曾經拿下2011年 台灣咖啡大師賽冠軍的咖啡師簡嘉誠 繼2013年送咖啡到22個國道收費站之後 這次他打造了一台行動咖啡車 因為我們做咖啡的很多同業好朋友 大家都會說其實咖啡是在傳遞一種幸福感 那我們想把這個幸福感傳遞給更多不能喝咖啡的人 例如在育幼院的小朋友 所以我們會把我們做營收的錢 拿去換成雞蛋糕啊糖果爐的一個物料 做成這些東西再去預約給小朋友 他們就可以感受到說其實咖啡師在做什麼 然後這些行業的人他每天在做的事情有哪些 那咖啡是什麼 那咖啡的幸福感原來跟我們吃的雞蛋糕跟糖果爐是一樣 行動咖啡車上面將會開外手沖咖啡 義式咖啡 還有適應潮的淡期咖啡 會去桃園中壢新竹然後台中還有武嶺 然後住一個晚上再下來 然後經過雲林嘉義 台南然後高雄 想要品嘗咖啡大事的冠軍咖啡 或是想要與更多人分享喝咖啡的感動 就來喝一杯吧 洞新聞台北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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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